新一乡随着天气越来越冷也开始进入观光旺季 很多民众将会来到新一乡赏美走琉璃光之桥之外 新一乡的自强爱国休闲农业区也推出各种DIY提供团体游客前来体验 此来新一乡游玩不能错过的体验行程 来自台中的同机会妇女来到自强村进行泡菜DIY DIY的体验没想到制作起来有点困难 也因此对自己制作的美食泡菜更加期待 就手很酸啊 手好酸的但是还蛮有趣的 而且我觉得自己摇出来的好像特别好吃 很棒啊 就是很久没有自己走路啊 对啊 健身 就风景 风景很漂亮啊 对啊 没有污染 然后空气很新鲜 会不会推荐大家来 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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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我们这做这个是泡菜DIY 那你觉得这个DIY的体验怎么样 第一次做还蛮新鲜感的对 很好吃 来我们自强爱国休闲农业钓桥 顺便做我们的泡菜DIY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种选择 他是选择泡菜DIY 有爱艺的DIY 爱河麻吉的DIY 还有那个初吻艺的DIY蛮多种的 所以客人如果来这边的话 如果有跟我们联络上 可以来这边可以做你们自己的选择 基本上我们是十个人以上 我们就有在做 形象即将来临的梅花季 櫻花季是旅游网季 因此来到楼梯光这小园区来进行 是特别舒适而且促进健康 在进行之后来制作美式泡菜DIY 让报名团体都很成正 旅游行程非常充实 琉璃桥 我觉得还不错 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它下面都透明的嘛 可以带一些小孩来试试看也不错 长辈来其实散步也挺好的 因为很少自己在做泡菜 但是我觉得主要是说你在做的过程中 就是跟姐姐们的互动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毕竟这种东西就是要大家一起玩 才会好玩 很慢活的感觉 也不紧臭 不过很推荐就是青红好友可以过 会会会 回去会推荐 还有做这个泡菜非常有用 那怎么说呢 这个第一次做觉得很好玩 然后吃这个泡菜要不会胖 然后又很有健康跟营养 那就是自己亲手做的一定是特别好吃 这不是买的 这中间完全都没有添加 一些防腐剂什么都没有添加 这蛮天然的 新香的至强爱国休闲农业区 为了推广新香的农特产品 推出各种的DIY体验 让游客有的吃有的玩 还能带回家享用 换乡亲来新香报名体验 记者蔡世奇新意采访报道